好,我们来看女子高低杠的比赛 周江选手,何您? 周江选手,快反过,直接接中川 反吊前红山抓杠 反吊单臂转体360 紧接做一个躯体前红山抓杠 这是一个地底难度 直点红杠抓低杠 再做一个登杠 步行抓高杠的时候 由于高度不够,没有抓到高杠 这位选手何宁在上届全会获得了女子高低杠的第三名 他有一定实力 预赛他是排在第七 大换转体360 下法 直抵换转体360 下 这是一个地底难度 可惜在落地的时候 正心向前,双手蹭地 对,所以说运动员的心理往往是这样 出现一个失误,后面可能连续的出现失误 心情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是 需要及时的调整 对,那么在单向比赛当中 那么 如果前面有一些失误 那 他的名次 就是说 争冠军 或者是前几名的希望不大了 所以他后面就很容易松懈下来 加油!加油!加油! 加油!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